ARJ-21国产客机正式入边国航、东航、南航机队。 2019年8月30日,国航、东航与南航同时宣布, 分别与中国商飞签署飞机购买合同。 三家航空公司计划引进105架ARJ-21-700飞机。 按照计划,2020年国航将接收三架ARJ-21-700新型涡膳支线飞机, 进一步扩大国航的运载能力, 并依托自身丰富的管理运营经验, 不断打造业务技术精湛作风严谨的专业化飞行、 维修、培训和地面保障队伍, 为今后更多国产飞机在国航的运营工作提供兼实保障。 东航专门组建成立了123航空来运营国产飞机。 123航空的运营主基地设在上海虹桥机场, 以运营ARJ-21、C919等国产飞机为主体, 推动国产商用飞机的规模化运营。 东航方面表示, 123航空引进国产ARJ-21飞机后, 将进行飞机航线飞行训练和验证, 并根据民航资质审定要求, 完成所有运行手册和材料审核。 力真在今年9月局方验证通过后取得正式的运行合格证, 正式开启商业载客飞行。 此前,为了保障首架ARJ-21飞机顺利投入使用, 南航从保障流程、人员资质、运行安全等多维度进行精心筹备, 先后完成相关飞行员和乘务员转机型培训等准备工作。 此外,南航还将通过ARJ-21飞机陆续投入运营, 快速积累国产商用飞机运营经验, 不断优化完善国产商用飞机的可靠性、经济性, 给旅客带来清和精细的服务感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